好 欢迎大家来到2023宝破理想国文学奖的和尚论坛 那宝破文学奖呢是一个今年已经是第六年了 它是一个鼓励和发掘45岁以下的写作者的这么一个文学的奖项 那我个人呢是宝破文学奖的可以说是粉丝也可以说读者 就是我跟宝破理想国文学奖的关系 可能就是我每年会追着宝破文学奖的获奖名单 甚至就冲入卷血的名单就去买书 但我知道今天到场的各位嘉宾可能跟宝破文学奖 可能有更深的这种缘分和渊源 比如说据我所知大臣就是那个冲到最后决选的那个写作者 对 那首先我想请大家简单的介绍自己 介绍一下自己 包括也介绍一下自己跟宝破文学奖之间的这种关联 谁先来 大臣要不你先来 好的 我是2018年入围了宝破理想法 我也想过文学奖的后面的五人名单 一个恰如其分的 一个就是恰到好处的评价 然后我就去北京南站坐动车回家了 然后我回想起来还是觉得那两次是很美好的回忆 因为我也问自己就假如说我写的是和双雪涛或者网站黑类似的题材 我也写东北故事或者我也写上海市井 那我那两次会不会还那么高兴呢 我感觉就不会了一定会有强烈的挫败感 因为我想说我们今年宝破理想国文学奖走到了第六年 它有一个主题叫必须保卫复杂 那我觉得复杂是很好的 人跟人不同是非常好的 在不同中大家就可以找到自己的空间 然后找到自己的快乐 这就是我和宝破理想国的文学奖的关系 大臣我不太知道你说的去到北京南站 然后就回家了 是指说你们之前其实是要到现场 然后就像等待奥斯卡揭晓那样 就你们事先其实并不知道是吗 对 我去两次现场 对 对 对 在现场还挺好玩的 然后我就坐冬车回家了 会有那种类似我们看到的那种提前在家练习 什么或讲感言这种事情吗 就我的感受 如果你确实知道自己会得首奖 应该会有一个预感的吧 但是因为我觉得我得到这样而入围就很不错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高兴 然后并没有事先像你说的演艺 自己能够拿大奖在家里练习之中 奥斯卡发的得奖感也没有做过练习 很有意思 我知道韩老师也是文学奖的老朋友 韩老师要不你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第一届宝破理想国文学奖的时候 作为一个自媒体观察者的身份 然后来到宝破理想国文学奖 然后就读了入围的 就是入了初选的所有作品 和入了决选的所有作品 最后在每次活动结束的时候 都写一篇观察报告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身份 这观察主要是什么方面的观察 是说文学的品质 还是说整个评选的流程 对 我是作为一个读者吧 我觉得每一次都是看 这一次参赛的作品 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取向 然后他们和评委之间的互动 和读者之间的互动 又是怎样产生的 大概是这样一个关系 那我想言一言乐 可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两位了 就姐妹花 但是呢 他们现在有了新的身份 就是他们也是文学的创作者 你们要不也跟大家打个招呼 然后说说自己在文学上 现在有一些什么新的进展 大家好 我是颜一 我是颜月 隔空居然还有默契 那个 我们现在就在创作自己写 自己的第一本小说 对 我们是 我们的身份是脱口秀演员 编剧 然后我觉得跟各位文学创作者 比起来我们只能算是文学爱好者 我们特别擅长爱好文学 然后我们从很早就开始关注宝破文学奖 对 当时就是因为觉得这个奖 首先它品位很好 能选出大成这样的写作者 然后还有就是它真的给我们一种 对新人 或者说还没有取得一定地位的人的一种友好 就是我觉得这两个都是我们非常非常 觉得稀缺的品质 能剧透一下你们现在的写作 在进行到什么程度或者在写什么内容吗 哦 当然可以 对 因为我们自幼受黑色幽默文学的创伤很久 所以我们也希望写一些有黑色幽默文风的东西 对 然后它可能 因为我和妍仪是分开写的 我们是两本书 所以我们也是通过这个过程来找自己的独立人格 对 所以我们 我就只说我自己了 我的现在写了大概六七万字了吧 然后它是通过不同的短片把它联系到一起 其实主题有跟今天的谈话有一点相似 刚才也向董老师请教了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其实作为一个比较新的创作者 我们所有的优势也只是我们只能用自己受到触动的方式去感受这个世界 然后我们所在的这个行业有点特殊 所以可能我会在我的生活中和工作中感受到 比如说被异化的感觉 然后做一个女性被人忽视的感觉 和所谓的那种所有的心情痛苦加在一起 在人身上带来的给我的本质带来的一些改变 所以可能就是我希望把这些东西集合起来 然后把它能够有效的叙述出来 严谊呢 我其实也是在写女性主义视角的 然后一些现实主义的短片 主要我感觉不一定说 我觉得怎么说呢 就是我想要去写出我的视角能看到的东西 然后所以就一直在努力吧 至于质量多好 我只是尽力 好 接下来董老师 哈喽 各位好 我是董晨宇 现在在中国人民大学新学校任教 相比之前的各位而言 我是一个彻彻底底和文学没有发生直接关系的人 可能更多的关系是我作为一个读者 在关注文学奖 在关注如今互联网平台化社会当中文学的生产 我自己的研究方向是传播学更细致一点来讲 参与到这个讨论当中 我也希望从这个视角稍微有点不一样的视角 为大家贡献一些思考 所以我们今天就开始在轻松的环境这个氛围里面 开始我们今天的讨论 因为我觉得对于文学来说 可能当然奖项是重要的 但除了奖项我们可能还要发出更多的声音 这也是为什么在宝破理想国文学奖办到第六届的时候 我们今年新增了这个和尚论坛 就是我们鼓励更多的跟文学有关 跟创作有关 跟阅读有关的这种交流和讨论 那么大臣刚才也提到 就是今年这个宝破理想国文学奖的主题是 叫做我们必须保卫复杂 几位评委呢 还根据这个主题还展开了一场讨论 就是说一切都在讲话 文学还要保卫复杂吗 就我其实说实在的 我听到今年这个主题的时候 就是还要保卫复杂 我的心情就非常复杂 因为我们都觉得现在世界很复杂 是吧 我们都快沦为这种复杂的受害者了 但突然有一天告诉你说 你不仅仅是复杂的受害者 你们可能是复杂的 你们是复杂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和记录者 这个我得承认 就是对我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冲击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声论坛的议题 我们关心的议题呢 就是略想于我们之前经常听到的一个说法 叫这个世界会好吗 我们今天想讨论的说 这个时代的文学会好吗 那如果要给这个时代加一个定语 就是网络时代的文学会好吗 对 所以我想 首先把问题抛给我们今天嘉宾里面 最年轻的演绎和演乐 就是因为你们 可以说是不像我和大臣这个年龄段 我们可能相对年龄接近 我们是经历了一个 前互联网时代到互联网时代的这种 文学和阅读 写作和阅读的这种变化 但你们二位其实是 生来我们认为是互联网的原住民 生来就是在一个网络语境下的 这样的一个创作者 你们对这种环境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呢 严姨你先说吗 你更年轻你先说 对所以你看互联网时代早出生五分钟 都是有好处的 对 五分钟互联网上可以发生很多事 对 而且我觉得像以前大家都说 每个人都想出名十五分钟 那现在就是每个人都想匿名十五分钟 我觉得我们可能在这一代出生 然后接触网络 并且在网络上发表作品 我们自己受到的冲击也很大 首先就是反馈非常及时 所有人都在你刚说出某一句话的那一秒钟 就给出你反馈 然后告诉你你这句话刚才听起来很傻 或者怎么样 或者你的脸看起来是怎么样的 所以可能是一种报价式的信息接收 大多数时候都是跟内容无关的 对 然后 这个会天然的形成一种自我审查机制吗 就是在你在表达的同时就已经在想说 他们会怎么看 怎么会怎么反应 对 是的 我觉得是一定会的 而且因为我们表演的脱口秀 它就是在讲自己 所以你至少得假装你在讲自己 所以可能一上台第一个段子永远是自我介绍 那如果 其实你可能已经被观众知道了 可能是一批老观众来看 然后你已经演到第一千场了 你上台的第一个段子还得是自我介绍 而且得是一个新段子 所以一个特学人他可能有一千个自我介绍的段子 会是一个非常自恋的循环 你就会不停的要发明自己的身份 然后觉得我身上有什么可以调侃的 然后可以跟别人拉近距离的点 但是通常这个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对不会是一个非常真的很及时的交流 我觉得因为刚才说到反馈 我觉得我的互联网的体验也是 就是反馈这两个字影响特别大 因为他我们比如说发出一个作品 我们接受到的那些反馈来自于一些随机的 然后他可能并没有比如说如果发出一个小说 对方可能不是一个文学的常有的读者 他也可能只是一个 他可能是手滑一不小心点进来 然后这时候你就去判断他给的这个反馈 你需不需要在乎 如果他只是手滑点进来的 那你去在乎他就显得你很蠢嘛 然后如果你不在乎他呢 但是他们又是你 他们又是可以直接把这个信息给到你眼下的 所以作为一个人体来说 你很难去忽略你眼睛能看到的信息 然后我觉得除了这个以外 这个是这个互联网的反馈 给我带来的一些心理的负担 然后我觉得它有好处 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去寻找到自己的读者 就不像以前如果是要去投给某一个报社呀 或者某一个编辑部啊 那是需要某一个有权威的人去认可你 然后他给出的评价 你也会从他是一个 今年累月的文学读者的角度 去思考他给的反馈 但是现在呢 你就可以去找到 那些以各种千奇百怪的角度 理解你的作品的人 我觉得这也是他的一种好处吧 对对中间这个把关的这个东西被取消了 是吗 或者是被简化了很多是吗 对 我觉得从程度上来讲 也可以说十阶层被取消了 对 而且接受到 您说您说 没事您说完 我就是想说 接受到的反馈的形式也是各种各样的 不仅有各种评论 私信 给你的长篇大论的评论 也有短道像一个表情 一个emoji 或者是你在现场表演的话 观众没有办法在底下喊他们对你的看法 但是你能听他们的笑声 他们的笑声是多大 然后持续多长时间 或者甚至是一声微小的叹息 或者眼角的一笔泪化 或者如果你要衣服链接什么的 对对对 是有很多角度 对是的 我不仅感觉就是用笔头写作还是性命一些 就是这个反应起码它要来的之后 它不会马上对你的这种创作产生影响 但是如果是脱口秀 它就是现当场的 是吗 马上就会影响你作为一个讲述者的感受 是的 是的 我人生中90%的尴尬都发现在台上 太尴尬了 你们俩刚才讲的 其实是从创作的角度来讲的 那从阅读的角度来讲 就像你们这个年龄段 你们是不是从小就在网络上看东西 就你们的阅读经验是 你们小时候是看纸质书吗 还是怎么样一个比例 读书的时候确实是看纸质书 后来就是到网络上 应该是还是大学以后 高中高中也会 然后在网上 主要是那时候就不用买书了 直接在网上看书就行 对 当然也是要买电子书的 但是现在我们反而会买更多的纸质书 那另外三位老师 其实是经历过这个所谓的迭代的 从前互联网时代到互联网时代 能不能也给我们说说心得 阅读也可以 写作也可以 韩老师 刚才两位小朋友小同学 他们是互联网的原住民 我觉得从他们开始就认识世界的时候 互联网就跟他们相伴随的 我们是不一样的 我们是从另外一个实际 是个实在的世界里搬迁到互联网世界里 移民 对 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我觉得可能互联网是一个娱乐 是一个点缀 是另一个较为失意的世界等等 觉得它是一个很小的东西 但是逐渐的我发现 我们其实是在从我们现实世界里 往互联网里进行一场非常大的大搬迁 大移民和大流散 你要把你的生活搬到互联网里去 把你的阅读 把你的写作搬到互联网里去 把你的商品经营要搬到互联网里去 甚至把你的人际关系 你在所有的一切一切 就像蚂蚁搬家一样 一点一点的搬到互联网里去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以为就是搬到互联网里就万事大吉了 就没事了 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其实不是的 你后来会发现 我们到了互联网世界以后 很可能将来的这个结果 是要融入互联网 有可能会进入另外一个世界 所以我们现在很可能就是一个过渡阶段 就是在搬家的过程中 但是在这个搬家的过程中 我们一边就是在不停地往互联网里去搬东西 去创造自己的第二人生 但是你的肉身并没有消失 你肉身所在的这个世界没有消失 你肉身的生活没有消失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觉得非常的恐惧焦虑 和觉得有一点恐惧和焦虑 因为这两个世界 它居然在同步的进行 而你在网上所遭遇的一切 就刚才延一他们说的 比方说你在互联网上接受到的那种评价也好 反馈也好 攻击也好 它会波及到你的现实生活中 对你现实中的你 对肉身的你发生影响 你不能装作我关掉电脑 我关上手机就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那个世界和我无关不是的 就是我们搬去的那个第二人生 和我们的这个世界看起来虽然是并行的 但世界上它其实在互相渗透 发生着强烈的这种共振和影响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 有的时候想起这件事会让我觉得有点焦虑和恐惧 就不知道我们将来在等待我们的什么 就是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变成一个什么 电波变成一个信号融入互联网世界 还在搬家的过程中发生的这件事情 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还在理解这件事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就是互联网世界里极大的拓宽了 的这个信息摄取的能力和阅读的方向 也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那在以前互联网世界降临之前 我们的阅读很多时候就是偏重于文学的阅读 好像自己也非常的安然的沉浸在这个文学的阅读里 尽管我们的祖师奶张海玲曾经说过 他是一个拿起物理书化学书都能够读下去的人 但是在那个时间段里 我们非常还是非常固执的在读文学书 但是进入互联网世界以后发生一件事 就是我们被动的被逼迫的去了解更多的这种学科 更多的知识 因为互联网本身就需要我们就是担惊截律的 甚至是倾尽全力的去理解它 而互联网世界里发生的很多事情 都是我们就文所未文的 也需要我们去了解它 比如像早一点的时候 互联网上的一些金融事件或者一些科技事件 就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海绵城市 数据乱声 光客机等等 然后再晚一点 比方说一些娱乐事件 又让我们去了解什么煤气灯效应 一个人怎么样去 让另外一个人去征服他的心灵世界 夺取他的心灵世界的 然后最近呢 又这个巴以战争又让我去读很多相关的书等等吧 我觉得就是互联网世界极大的拓宽了这个信息的摄取的空间 和给了一个强大的信息摄取的动力 是这样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还是觉得非常的焦虑 因为好像觉得 我们不是原住民 是在一个搬家的过程中 非常清晰的意识到我有一个肉身世界的存在 然后这两个世界在互相的 在博弈 在互相的纠缠 那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什么 我不知道 所以会有一些痛苦 会有一些焦虑存在 韩老师 因为你一直在写专栏 非常非常 我一直读您的专栏 包括您有杂志写专栏 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 比如说如果你同时给一个新媒体属性的平台写专栏 和给一个传统纸质的写专栏 你会选择不同的写法 或者不同的文风 就会不会在搬家过程中 你会有这种互相 两种不同的身份 不同的写法 不同的这个会互相打架 或者说你会有意识的去区分 这种不同类型的写作 会有吗 包括其实阅读也是一样 因为我发现我 比如说我读一个纸质书 我默认的阅读节奏 和我在手机上阅读 或者我在新媒体上阅读一个 同样是一本文学书 就是说如果内容一样 我在比如说微信阅读 或者在上 我的阅读的速度 阅读的 或者我默认 我对那个文本的期待 其实都是完全不同的 就是阅读心理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我不知道是不是会有这种现象 对 是有这样的情况 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阅读 就以阅读举例 就是我在看每一页书的时候 这一页书的纸张 它的那种排列 甚至包括它的气味 它的颜色 我阅读时候的环境 都非常的影响我 影响我对它的理解 影响我对它的记忆 但是到了互联网世界里 我去电子阅读的时候 所有的这个环境都消失了 它变成了一本书 所有的书都是一本书 我可以很快地把它看下去 就是以前的那种精读的能力 好像是变弱了一点 不敢说丧失了 但是变弱了一点 另外呢在写作方面 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种情况 的确在发生 甚至不要说是给互联网媒体 和纸质媒体 当我知道一个纸质媒体 它是有一个电子版的时候 我就已经在做好调整的准备了 因为有大家可能不知道 有没有注意到当时很多 这个纸质媒体 它的电子版和这个纸质版 是不太一样的 在它的电子版的左 右上方或者是右边栏 它会设一个什么阅读排行榜 电机率排行榜 今天最热的文章是哪些 这在纸质媒体里 是不会发生的 就可能纸质媒体里 你交给他 其实有的时候 跟你建立联系 跟你建立反馈的就是编辑 其他的地方是 你不会产生那种 同台竞技的那种野心和雄心 是吧 不想争取更多的那种关注度 对 因为他有的时候 你是等于是在给编辑 写一封情书 给这个编辑部写一封情书 你呈现的是你对他的 对 你呈现的是对他的了解 你们达成的这种沟通 但是电子世界不一样 当那个右边的编栏出现的时候 就意味着你的文章 要接受更多人的这种阅读 还有评判 然后什么 所以我那时候 其实有一段时间也很焦虑 我都不太敢点开 那个当日什么什么阅读排行榜 当日最热文章排行榜等等吧 觉得它会非常大的 干扰我的写作的信心 但是现在呢 就是在写作的时候呢 我就会有意的调整 就是会写的更活泼一点 或者是更有争议性一点 会为他们的一些评论 会设置一些点 或者一些知识点等等吧 但是慢慢的好像我觉得 也能够比较好的适应 这种写作方式和阅读方式了 我跟大臣可能有一个共同点啊 就是我们其实现在还都在这种传统的 媒介上面在工作 对我在一个纸质的一个杂志 大臣还在做一份这个纸质的一个文学期刊 在这个文学期刊做编辑 大臣也是我的小说编辑 那我们其实还在用一个更古早的这种方式 在劳动 在跟文学发生这种很传统的这种关系 我不知道大臣怎么看这件事 你一定要看纸书吗 还是说你现在的这个网络阅读也很流畅 我前面听韩松过说话 我有点震惊 因为他说搬迁 我一直在体会我的搬迁感在哪里 或者我如何 为什么没有韩老师那种很明确的搬迁感 后来我想到就是互联网介入生活的那个时机 正好是我从学生时代进入工作时代 就是我在学生时代我们是不用互联网的 然后正好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 互联网就极大的发生了 然后我们开始进BBS玩啊什么的 然后我就工作了 所以对我来说 它就像一条河一样 就我正好要跨过一个人生的什么阶段 然后互联网就出现在那边 然后和我要度过的那条河融为一体 是我觉得它很自然的进入了我的生活 就是我进入宝破理想国文学奖 就是第一届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文学奖说是颁给年轻人的 其实我出版第一本书的时候已经40岁 那个时候正好是在一条十字路口 就是你要向社会介绍你是个什么人呢 你是个年轻人呢 还是你是个大气晚成的中年人呢 因为宝破理想国文学奖是要说 加奖给年轻人的 所以我就说我是个年轻人 但是其实我那个时候已经40岁 但是因为说了自己是年轻人以后 好像不由自主就一直觉得自己还挺年轻的 然后呢听了演语的话 我就觉得我好像也是互联网的原住民 并没有那种什么古早的记忆有一点消失了 但是听了韩苏博的话又勾起了我的回忆 我就是我后来工作以后做编辑以后 一直到现在也就是一个身份就是编辑嘛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就是看来稿 以前来稿就是大家会空两个嘛 然后也很少空行的 但是这两年我收到的很多00后啊 或者90后的小说包括演艺演约也是的 没有空两个这种事的 然后有大量的大量的行 就是这完全是对对对 有很多空行就写一段话空一行 或者写几段话空几行 使我难以拿捏 然后就想啊这个这个行好像就代表着 那是个年轻作者 这个行间剧其实我觉得是一种思维的节奏 是的 注意力的节奏都是一个网络时代的节奏 我想说我用的那个石墨文档 他就没有我手房缩进这个功能 我真的找了好久 我还试着开了一下会员 都没有这个功能 但是你知道吗 如果你是互联网的原住民 不会用石墨文档写作 我们都会这样非常老派的卧的 有道理 然后演艺演艺 刚才说到这种及时的反馈 实际上我一开始写作 也没有就是什么写在纸头上 然后去邮局丢在绿色油桶里面 然后直达一个编辑 由他像上帝一样来决定你的小说 或者你的专栏的命运如何 我一开始也是在BTS上写的 然后写的时候呢 确实会得到即时的反馈 但当年比如说2001年左右 这种即时反馈和现在也是很不同的 我觉得当年的人的反馈 似乎没有那么快速 他还是经过一些好好的思考的 是比较慎重的 然后似乎没有守华这种情况 人家要告诉你一个他的意见 就是经过一些思索的 好像和现在也不太一样 然后当年我们也不用那么多表情 我们会有一个就是下跪的表情啊 还有一些微笑的表情啊 就是你不需要那么费劲猜测 现在我在网上有时候人家发一些表情 或者说一些话 我就会想 这个是阴阳怪气 还是他认真跟我说 我就无法分辨 我就只能不理会 不做任何反应 董老师可能对这个比较有心得 因为董老师是专门做这个传播学研究的 那传播天然的就是 他首先是要应对一个相应的媒介 所以其实刚才各位聊到一个事 就是我们用不同的方法写作 会不会有不同的感受 这让我想起其实有一个历史故事 就是尼采 尼采在38岁的时候 他的眼睛将近要失明的时候 别人就给他寄了一个当时的打印机 叫球形打字机 那个东西如果尼采可以熟练地掌握的话 他就可以盲打 然后就不用废眼睛了嘛 但是尼采在用这个球形打字机 打印 写了几篇文章之后 他就给他的一个朋友写信 说我觉得我的文风改变了 我的文风更加坚硬了 不够柔软了 那这其实我觉得也很简单 就是我们在用电脑写作的时候 和在用直和笔写作的时候 可能感受也不一样 我经常和我的学生说 我说你们现在用电脑 握着文档来交作业 但是你们一定有一个回忆 就是小时候有一个带锁的日记本 不让爸妈看的 因为发现人们的情感卷入度 其实在降低 用这种计算机来去写作的时候 那说到阅读 其实我自己有一些感受 可能主要是从技术方面来去讲 比如说有些很细小的互联网的技术 在改变我们的一些阅读方式 刚才松洛老师说到了 我们的这个纸质书 纸质书其实有一种叫页码 于是我们的任何一个阅读 都像一个旅行一样 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 然后我们合上书 我们读完了 但是在屏幕上阅读 有一个功能是纸质书没有的 叫Ctrl F 就是你可以搜 比如说我想搜到这个书的某一页 某一个内容的话 我可以直接跳过去 而这种跳度就让我 比如说我想知道 这本书里面提到亚伯拉罕 林肯的有那几页 然后就直接可以跳过去 就相当于我们在看这种电视剧的时候 现在视频网站 给我们提供一个功能 就是你想看某一个明星 他的片段 你就可以点他 永远都是他的这样一个片段 所以这种其实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变化 还有一个变化 就是互联网的超链接性 让我们其实耐心客观上是越来越差了 这表现在 比如说我们上网去读一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总会读片 比如我想找一个东西 我读着读着 都会被超链接到另外一个 我会吸引我的兴趣 这直接导致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可以发现公众号里的文章的 分段 其实皮指指书里要勤 就是我们基本上两句话分一段 两句话分一段 三段之后赶紧配张图 要不然读者就跑了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现象 当然另外一个就是 松老师又提到了 热搜 热搜其实是一个蛮有 蛮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它其实是一个所谓的算法推荐 那我们这种算法推荐 其实对应的 我个人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叫做新自由主义 就是在社交媒体的这种兴起的背景之下 我们每个人都特别在乎自我品牌 自我品牌这个词 叫self branding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把自己品牌化 都要作为一个企业家精神的一个主体 来去进行自我的推广 而这时候算法其实就是我们争夺的对象 我们希望自己被更多人看见 于是我们就不得不服从算法的这种规训 当然我相信有很多人其实是 或者说大部分人并不是完全的被规训 我们也要略做抵抗 但是我也看过很多关于抵抗的论文 但是我总会想一件事 就是我们的抵抗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意义的呢 或者说我们的抵抗真的有效吗 在这种技术的潮流当中 我们能作为那个反着去流动的浪花吗 我们那个小小的浪花 在这种时代的这种技术浪潮当中 能被看到多少呢 这其实是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话题吧 刚才言一言月讲到的一个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点 就是这种网络时代文学 会面临一个非常快速 非常及时的这种反馈机制 那其实对于很多写作者来说 当你有了自己的作品 它当然会被呈现在网络上 那它会面临一个打分机制 那不同的平台可能有非常不一样 或者非常复杂的这种网络机制 对我不知道各位怎么去看待这种评分 包括你们会讲到 可能以前传统时代 人们给予评价的方式会相对的温和 相对的深思熟虑 那现在可能相对的计时 而且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 甚至都很自信 就对 韩老师你会去 比如像你现在新出了小说 你会到网上去看他们的点评 去看别人怎么夸你或者怎么骂你吗 你会在意这个事吗 还是比较在意的 就是每次读自己有了新书 或者是我的朋友有了新书 甚至我不太喜欢的作者有了新书 我都会非常注意他的豆瓣短评 还有他在微信读书上的评论等等 我都会非常仔细的去看一遍 推荐的理由和不推荐的理由等等 我想到之前韩老师说 你会看到旁边有读者的那个排行榜 就读者的排行榜 我就想到我们之前在开放麦的场合 还有演出的场合都搞过 及时的观众排行榜 然后那段时间我们所有人都是崩溃的 就是我们下了班就扭头就走 就一定不要看到那个榜 我觉得那个确实是非常影响创作的 这个就很讽刺 因为我们是一个及时反馈的行业 但是我们只接受笑声的及时反馈 我们不接受他直接给我们打分 或者写一大段评语的那种评价 我们会真的就直接扭头就走 因为对我们来说 我可能脱口秀会更明显一点 就是因为如果我们想要博得更多人的喜欢 我们就会去写更简单 更可能更怎么说 更浅薄的段子 然后那种段子呢 就是更好写 对我们来说 但是又更low 所以如果长期沉溺于要博得更多人的喜欢 可能质量会越来越差 对可能我们在现场 包括所有朋友们看到那个排行榜 心里产生第一个感觉就是 原来我们面临的评价 我们心中的那个评价 包括并不是单一的 包括很多观众朋友们会去 虽然大家可能会说 现在的人都不太读文学 或者对文学的追求变少了 但是我感觉大家在每个领域去寻找文学 就比如说这个脱口秀有没有文学性 这场直播有没有文学性 就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 然后我可能想说一个观点 就是我并不认为及时性的反馈是不好的 就是比如说笑就是一种非常及时的反馈和被反馈 它是一种暴力 就是它可能跟被吓到一样 让你要突然被笑到 那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个机会 我们可能会像之前在中学的时候 我们对自己的定位是那种文学青年 甚至是文学少女那种就是很安静的 然后嘴巴被缝上的那种形象 每天就读书 然后也不发表任何观点 在那默默忧伤什么的 但是被推上舞台的一个过程 是我们被迫打开自己的一个过程 就是像两百年前 大家会觉得笑是女人不该做的事情 就比如说你在舞台上 你要张开嘴巴 你要发出那个大的笑声 那些人就会觉得 一个女人怎么能把身体暴露给别人看呢 尤其是嘴巴这种比较暴露的部分 这是真的 然后对 所以可能因为有一本书叫 好像叫女人的笑还什么的 他里面说了这个历史 那我们自己在舞台上就会有那种 我也想跟别人一样做到表情管理 我想看起来比较断壮或者怎么样 但是你在舞台上那一刻 你只能想着我的表情 能不能让我的段子显得更好笑 所以你的表情就开始破裂 然后整个人就奇形怪状的 像寄生兽一样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能摧毁一定权威的一种 暴力性的力量 其实我想分享一点 就是我没有写过小说 但是我翻译过六七本书吧 然后我其实特别在乎的是 豆瓣的短评怎么来去 看待这个翻译 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如果您翻译的书不好的话 豆瓣网友会惩罚的 他会直接就挂出来的 然后我每次看到 大家的反馈还可以的时候 我就觉得特别欣慰 虽然翻译是一个完全用爱发电的工作 因为他的薪水实在是太低了 但是有一次我看到有一个人说 说这本书写的不错 竟然一者续写的也还可以 我当时就觉得 我也被烧着去夸了一下 作为创造者得到了肯定 对当然我当时 我觉得我当时发了一个豆瓣的一个广播 我说这个评价我很满意 唯一的我不满意的地方 就是为什么你要用竞然 这个这两个字 就难道 难道就很奇怪吗 当时这开玩笑 就是说到这种 这种打分机制的话 其实我如果从 社会学的角度来讲的话 它其实是一种信任机制的变化 比如说 我们最早期的这种信任机制 其实是一个自下而上的信任 就是我去信任谁呢 比如说我去 走在北京的前门大街上 我饿了 我想吃饭 那我可能看到这个饭店的门口 说中华老字号 被某个部门所认证的 我这个错不了 我就去 所以我是一个自下而上 对于这种 这种机构化的这种信任 但是如今的这种信任 是一种分布性的 是一个平面的信任 也就是我是信任 跟我一样的这些普通人 并且我们是没有利益关系的 那好 那这里面又出现了两个 其实是信任的悖论 或者说我想讲 这种评分机制 它本身的两个 我个人认为是无解的一种缺陷 第一个缺陷是 什么人会打分 这里面我们发现在既有的这种旅游研究当中 因为很多人在研究的是 是这个旅游 酒店网站的这种评分机制 然后他们就会发现 这个评分机制啊 是一个扑克牌的勾那个形状 就是什么人愿意打分呢 就是住进这个店里之后 觉得这个店起糟糕无比的人 必须要打分报复一下 打一个低分 起好无比的也打一个分 打一个高分 那中间体验平平无奇的这些人 他没有动力打分 他住完就走了 所以说 那他比权威的这种认证 更值得我们信任吗 其实不一定的 因为他会呈现出一个 非常两极化的分布 仅不论 就是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什么呢 就是这种评论是可能被操纵的 这种操纵 甚至 我觉得豆瓣其实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他用很多的机制来去 来去进行一种博弈 但是我们看到 其实很多的电影网站 很多的旅游网站 他对那个酒店也好 那个电影的打分是非常高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网站并不是中立 他是要去卖票 他是要去卖酒店 比如说在法国有一个 打车软件叫BlaBla 然后他呢 就是计算一个车主的Bla值 值越高这个车主就 越值得信任 他是从一分到五分 然后这个里面 90%以上的司机都是五分 因为如果他是三分的话 我就不会去坐他的车了 我不坐他的车 平台就分不到钱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评分的机制 或许不一定完全能够被我们信任 但是我想说的是 我们没法奢求任何一个技术 来给人类的社会的问题 给出一个完美的答案 但至少我们把这种 来自权威的信任 和来自我们同辈人 或者说普通人的这种分布信任 结合在一起 我们或许可以离那个真相 稍微更进一步 但他的判断仍然取决于我们自己 董老师讲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这个结 就是这个也可以说是一个U型 两头翘起的中间 这样的一个模型 那其实对应到 《言一言乐》在舞台上讲脱口秀 它其实意味着 就是要么是鲜花和笑神 要么是臭鸡蛋 对吧 你刚才讲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 就是你认为笑神是一种暴力 那臭鸡蛋也是一种暴力 它其实对应的都是一个 相对极端的情绪 但人往往会天然的更喜欢鲜花 不喜欢臭鸡蛋 但是我觉得其实就长期经历 臭鸡蛋的洗礼 有时候也会带来一些意外的收获 就是我自己其实挺喜欢 在豆瓣上看恶评的 就是那些你写了个小说 或者你写了个书 然后就会有一些人觉得 他有义务来骂你 来教育你 你应该要怎么写 就那个其实我觉得是对心里的 一个巨大的一个锤炼 就是我好像很花了一点时间 我就适应了那种迎面砸烂的臭鸡蛋 然后我在这个臭鸡蛋里面 我还找到了非常多的乐趣 就是当我发现一个人骂得很精彩的时候 就是他骂你 你觉得他骂得真对 他骂到了点子上 他指出了我的缺点 而且那个确实是我自己认为的缺点的时候 我就竟然有一种 哎呀我遇到了知音 就其实就有效的批评 其实也是有帮助的 我不知道大臣是不是也会在意这些 或者说你是不是也对这种评价相对比较淡定 因为看你平时很淡定 我也是非常喜欢看豆瓣评论的 我看有些人他的行为很有趣 就是他认为面对一个不公正的一部作品 已经有了一个不公正的评价 所以他把自己当成修正业 他打低分或者打高分 他企图修正现实 但是个人其实很难修正现实 还有一些人呢 他是这样的 比如说在一个五星机制的评价系统中 他打了个星 但是他要补充说明 他说我其实打的是三点五星 然后在一个十分制的情况中 他也没有办法 他只能选择七分或八分 但他要留言说 我其实认为是七点八分 那么为什么他还要有一个 去加注解说其中一分是加给谁的 一分是因为什么什么要加这个一分 对 然后我就想如果给这种人一百分 他还要不要小数点呢 就是我不是嘲笑这种 我觉得很自然 就是而且我 我觉得可能他的心里 不管是前面一种 他想修正不公正的情况 还是像这种他打零头分的情况 他都是在表达他追求一种自由 他就是这种临头的分 小数点或者什么半星啊什么 都是他在想象中赋予了自己一些自由的权利 然后我也想说 就是被普通大众能够打分的东西 其实相对来说 还是这个社会中好欺负的东西 不管电影啊 书籍啊什么 其实是最好欺负的 就是读者骂一本书骂得很凶 没错这本书是赚了你一点钱 但他真的就是一种 其实也是很容易被欺负的对象 你可以每天骂他 然后每天都说他不好的地方 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东西是不能打分的 跟黄论说你要给他 就是说就是你不可能 不能评价他也不能打分的 然后我自己 当我自己有书出版以后呢 就是我也被打分了 然后我就 我一下就适应了 就是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情况 实际上看到好的 如果接连看几条好评 我都受不了 就是我想 这个话是不是有点虚假 然后我现在默认为 就是当人家批评你才是说 对对对 说人家说你些坏话 坏话中才蕴含着他 真实的一种评价 但是呢自从我被在豆瓣上 有书的条目有评分以后 我就不太好意思 在豆瓣上公开说什么话了 因为我觉得 在旁边别人在评论我的小说 然后我在这边又评论别的小说和电影 就是这种情况太奇怪了 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这种情况了 如果谁能够就是董老师也好 韩老师也好 快快也好 能够就是解答我这种 就是能告诉我是合理的 那我也许能够就是解开 宽解我 我以后会回到豆瓣上继续去评论一些别的作品 现在我还是觉得很怪异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权力分配啊 就是我们之前看过有那种名大导 然后电影出来扑接了之后被人骂 然后他就开始骂回去 就是说你们没有理解这个电影 然后你们不配看这个电影 你们没有看懂这个电影 我也有一些好朋友可能写小说 然后小说卖的特别好 那卖的好之后 他带来了过多的读者之后 就会带来一些误解嘛 因为可能确实就他的小说的水准 可能超出了有一些读者的期待 或者说超出了一些可能是有一定阅读门槛 那他就会有一些抱怨 就是觉得一个大的量之后 然后其实带来了一些不合适的这种读者 那他认为这个其实对他是有伤害的 我其实挺想听听这个董老师 对这个有什么学术上的这种说法 就包括就其实这个背后里面 有非常复杂的这种文化机制 就是比如说你刚才讲的谁有推荐权 谁有评判权 到底这个文化到底有没有所谓的精英 或者草根 是精英的那东西更好吗 我们要推荐一个优势的文化 我们要把更多的权利释放给精英吗 还是说每个人一票 就是所有的草根 只要你买了书 甚至有的人没买书 他也在那评 就是不是大家都平等的 可以说出你的观点 因为这个里面有一个天然的不平等 就是说如果你写一本书 你卖出了十万册 这十万个人有的人夸你有的人骂你 当然有的人可能骂的不对 你是不可能一一去回应的 你不可能挨个去跟人解释说 不是这样的 我的当时的设想是怎样 就是你不可能一一回应 和一一为自己辩解 那其实你作为写作者 你的权利是被消解掉的 对吧 对方有骂你的 向你扔鲜花和臭鸡蛋的权利 你却没有权利扔回去 你的任何回应的动作 都会认为你粗鲁 你没有格局 你缺乏兴兴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当然第一个角度就是 这个时代的变化非常快 我们有了更多的评价的这种权利了 但是第二个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去过分强调 这个变化有多么剧烈 因为即使没有评论的时候 罗兰巴特也会说过 作者已死 我们在写的作品 被别人阅读的时候 别人的心里面 对我们的理解 真的是我们所写的那个意思吗 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 只不过互联网让 他的这种理解 被更公开的表示了出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 有延续性的东西 然后第二个我想说的是 其实我中国有一句话 其实大家都知道 人红是非多 那为什么人红是非多呢 其实很简单 当我被一千个人关注的时候 其实大家对我都非常友善 当我被一百万人所热爱的时候 那里面一定有五百个人恨死了我 所以这些是一个概率性的 而且那五百个人 可能恨的不是你本人 而是恨的你被这么多人热爱 这件事本身 对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真正发言的 不是那个九十九万里面 比较喜欢你的人 而是那五百个超级喜欢你的人 和那五百个超级讨厌你 又是两头 对 所以我们都会看出来 一旦一个人被很多人关注的时候 就会有人在疯狂地骂他 也有人在疯狂地捧他 也有人因为有人疯狂地捧他 而疯狂地骂他 所以这种情况 我觉得是一个人性 必然会导致的一个结果 我在传播学中有一句话 叫参与式文化 参与式文化 就是我们所说的 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进来 对作品进行我们的评价 甚至我们的再创作 比如B站的 各种对于影视剧的这种鬼畜 这种青年文化的戏谑 其实这造成了一种混合的 融合的文化的新的形态 这种形态 我个人认为 相比于大众媒体的时代 它是有进步的 但是这种进步 并不应该被过分的期待和夸张 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从来也没有 并且我认为 可能未来也不会达到 我们理想的那个状态 韩松乐老师刚才分享了有一个点 我觉得是比较有意思的 就是您认为这个媒介 其实它会反过来影响我们文学的语言 甚至可能重塑文学的语言 就是当你意识到你在不同的媒介上 面对的是不同量级的不同数量 或者不同品质的这种 不同自制的人群的时候 你可能会调整你的语言 那我想《言音言乐》其实也是 我比较羡慕你们的一点 就是因为你们从脱口秀演员 然后进入文学的领域 就是它当然都是创作 而且都是语言的创作 当然小说它可能天然 比如中国的小说 它其实最早就是起源于一个花本 它就是要在舞台上去表演 要讲给别人听 它首先是对应一个口头语言的 一个传统 所以我也注意到 就是说你们的那个写作 除了刚才大臣讲到的 分段分行 然后那个短平快的这种 就我比较羡慕的就是 我能从你们的语言里面 感受到一种那种 来自口头语言的那种 升级勃勃的东西 就是你们的写的小说 仿佛天然是可以用来念的 用来发出声音的 或者用来它可以用来表演 的包括你们在写一些 就是觉得有哲理 或者有思想性的这种表输 表达观点的时候 你们也会去放大里面那种戏剧感 对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就是它 就是由于不同品质的创作 或者不同媒介的创作 它其实会对语言本身带来 这种非常大的这种 从塑的这种效应 所以我挺想听听你们 聊聊这个方面 韩老师先来 对 我们这边 刚刚这个新小说 春山夜行 我就很好奇 就是这个语言 其实跟你过去的专栏的语言 是完全不同的语言 对 谢谢谢谢您看这本书 我们这儿有一间那个博物馆 叫剪毒博物馆 它是存了我们 可能中国90%以上的剪毒 就在这间博物馆里存着 然后去参观这个博物馆的时候 就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触 的确是什么样的载体决定了 我们什么样的方式和心态去写它 因为在剪毒上 或者是在其他当时能够写字 能够存留的这种器皿上 包括什么青铜的词器上 写东西的时候 你都会非常谨慎 非常小心 因为你的它的表达的这个容器 是很有限的 不管是剪毒 或者是瓷器 或者是青铜 它都非常有限 非常珍贵 没写一个字都 意味着非常大的一个工作量 而且非常大的一个成本 它是有具体肉眼可见的 一个成本的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的文字就非常的简历 而且必须得是 一字千金的写下来 那到后来 现在纸张印刷出于到今天 我觉得我们至少写东西 不用担心 它的储存和传播 转述 因为当年 比方你在纸上写一个东西 那要把它留存下来的话 要不停地传抄 要不停地印刷 因为纸到了 一定的时间会烂掉 会怎么样 处存的载体 它会坏掉 然后你不停地要去抄它 重印它等等 那到了 今天好像这件事情变得容易了 但是也变得更困难了 因为大家都这么容易了 所以你写的东西会淹没在 就同样量级的文字里 所以我觉得就非常非常有意思 就到了我们今天 好像大家创造也好 创作也好 都很容易了 不用有那么多的顾虑 不用再考虑 我写七个字还是五个字 或者二十个字 把这件事情讲清楚 把我的感受描述清楚 你可以尽情地去写它 去描述它 但是与此同时要考虑到 另外一种可能 就是大家拥有同样的 这种便利和可能性 大家都这么便利 当你写一个网络小说 一千万字的时候 其实现在有八百多万个 网络小说 做着有同样的权利 同样的可以用去这样的写 这时候其实我觉得这种 珍贵性或者什么 反而又一次的消失了 所以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就是它总是起起伏伏 有一天它文字会变得非常简单 你那么谨慎地去写它 有一天好像又像大海一样的 去扑面而来 你可以尽情地去写 然后有一天又会发现 这种便利又把便利给淹没了 这个过程中非常非常有意思 严一跟严月 有没有考虑过这个语言的问题 就当你们去写一个东西 去写小说的时候 或者去做文学创作的时候 有没有天然地去考虑 这种语言的属性 我被折磨太久了 我们最开始其实是看文学比较多 然后我们说话就是翻译墙 我们不仅写东西翻译墙 我们说话也是 然后说话也是书面语 所以我们开始做透口秀的时候 观众就很痛苦 怎么会有这样两个 stereo在上面讲透口秀 然后我们经历了非常 我们前辈抓着我们摇 说怎么有人现实中这样说话 然后我们就经历了非常长一段时间 因为你们已经被洗过来 然后现在要洗回去吗 对对对 是的 其实非常痛苦 写来洗去了 但其实也没有洗回去 我觉得可能在这个过程中 不仅是找到适合自己文风的一个过程 我感觉甚至是找到自己自我心性的一个过程 就是可能我会慢慢地意识到 我不想承认这一点 但是我非常需要他人对我的关注 对那自然这就会导致你的文风变得口语化 变得让人能给你及时的反馈 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感觉 就像您说的我们写的可能会有点戏剧感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看的影视剧很多 就这个写小说呢也写的跟写剧本一样 就所有东西都砸了 对像包括董老师刚才说 给你进行评论的可能是五百个最讨厌的人和五百个最喜欢你的人 这确实是我们的真实感受 而且他们的评论都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 就是他们就喜欢你的人 他在谈论的其实是他自己 因为他从你身上看到了他自己 那讨厌你的人在谈论的也是他自己 因为他也从你身上看到了他自己 而且他恨死他自己了 所以他可能只是讨厌你那么舒服的在做你自己 那我觉得我们所有的这些想要写东西的 包括可能很多想参与包括的创作者 可能都是希望能够找到自我 有这样一个心态吧 所以可能在这个过程中 你就是会需要不断的去改变你的文风 然后适应这个时代的变化 像哈老师之前说的 因为我们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新闻 然后你突然动辄写一个十万字的小说 可能没有人会觉得他有必要花这个时间 看你写的十万字 毕竟现在是世界上太多小说了 那这种非常及时的去调整自己的文风的过程 就是帮你再筛选 你有什么可以一定要说的话 像我觉得比如说我们在键盘上 用的最多的键就是删除键 可能你写一个十万字的东西 你得删到只有一万字 它才能好销 文学也一样吗 写文学也一样吗 这个删除率 你写小说的删除率有多少 我感觉删了十万数多 留下了半本 大臣因为当文学编辑 可能会接触到非常多元的这种来稿 就是里面也会有刚才 炎一炎月提到的这种 就是他的语言 包括他的形式 可能已经杂柔了非常多的形式 非常多流行文化的这种样本在里面 你会鼓励这种不一样的语言 或者这种创新的语言 因为以前的文学 特别有很多专家 会提倡这种语言的纯洁性 他们认为有一个纯正的文学语言 但是现在这种纯正的文学语言 其实已经被网络颠覆了 网络的流行语 已经可能渗透到我们的日常 甚至它可能会变成一个新的方向 你会对语言有决定吗 大臣 首先说一下前面说到的字数 我知道有些网络小说非常长 有几百万字 然后当一个网文学手 说他要写一个短片的时候 你一听 他说短片是指十万字 好惊喜啊 十万字 我从来没有写过一篇小说 超过三万字 但是他认为十万字就是个短片了 然后我一开始 我工作 编辑工作的第一个阶段 是在报社工作 然后宽老师也知道吗 就是他这个指头一页报纸 它大小是固定的 一个栏目就那么大的尺寸 于是你要求里面的字数 也是非常精确的 这个时候就是会需要 有一些来稿太长了 你就要把它踩短一点 我就觉得好难删哦 因为在我看来 一个作家 他每一句话 前面一句话和后面一句话 都是有关系的 我删不来 但是我的领导就很擅长删 然后一看 看下来好像也是天意无缝的 就删好了 然后网络时代到来了 确实对于文章的长短 就失去了限制 你爱写多长 都可以放在一个页面里 然后说到文风 其实我觉得我们长期来的文风 我也不懂 等一下请教各位老师 是不是我们长期来的文风 是偏向于北方人的 那个普通话呢 而不是我们南方人的普通话呢 因为我一直记得 我有一个作家朋友 张一威 张一威写的也是上海世锦小说 他很多年前就跟我说过了 他说北方读者看到他写 小说中有一些上海话 就是说你怎么写乡下话 然后张一威就是和我说 他说他写的只是上海话而已 就是会不会有一些 第一次听说 其他人可以认为上海人是乡下人 一般都是乡下人 就是他不懂了 然后就是会不会语言里面 也有些傲慢 大家互相侵蚀对方 认为自己这部分的普通话 才是纯正的普通话 要求你那样写呢 在我我自己是不以为然 我喜欢我的小说也是 不太口也许不太口语化吧 但是我相信真实世界中 就是有人这样说的 我自己就是这样说话的 我并不觉得一定 有的人说接地气 我想地大的很难 地球地表有多大你知道吗 就是怎么才叫接地气呢 我一直不理解这个话 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过分敖文风 一个作家爱写成什么风格 就写什么风格 反而我觉得这边有翻译家 反而我觉得有的时候 我们把外国小说过分地用一些成语啊 或者过分用一些中国地方的色彩的话 我会觉得怪怪的 在我假想中是有一种语言是更有通用性的 就是各地都能识别它 然后也方便翻译成各国语言 我希望我的小说是使用那种语言来写的 就是一种比较有通用性的语言 里面的东西是不太需要用注解来注视的 董老师作为一个北方人 甚至是北京人是吧 可能有必要要回应一下这个问题 来解董老师做翻译 因为翻译其实有时候天然的 要去以别人的语言来说话 对吧 模拟别人的语气和风格 当然他最终得到赞赏的是一者序 说明自己的语言也很好 董老师回应一下 我觉得关于语言这个问题 我特别想说的是 语言的纯洁性 我个人的观点 仅仅是我个人的观点 我觉得这是一个伪概念 就是当我们说语言是具有某种纯洁性的话 那我其实更希望能够知道 是背后的权力问题 谁来定义这种纯洁 那比如说我们要捍卫语言的纯洁性 那可能我们往前追溯一下 真正捍卫语言纯洁性的 可能是白话文运动中那些 可能坚持用文言文写作的人 那他们可能认为白话文本身 就可能会对纯洁性是一种破坏 那同样道理也有人会 说现在的这种网络用语 可能会是对我们现在语言的一种污染 但是我并不觉得这是一种污染 因为它其实是一种身份政治 我来简单解释一下什么意思 比如说青少年所用的很多互联网的语言 其实恰恰是完成了他们的一种身份认同 比如说咱们听不懂 他们能听懂 那他用这种语言已经区分了 他们自己人和他们 不是他们自己人的我们 那同样道理这种 我甚至听说就是他们连那种乱打的火新闻符号 他们都能互相解释 对的 是这样的 并且还有一点就我们可以发现 现在的互联网的网络语言的流转速度是非常快的 我之前其实拍一个视频也曾经聊过这事 比如说我现在和我的学生说 我说你知道吗 老师今天蓝寿香菇 我的学生不会认为我很时髦 他们觉得我可能太土了 因为这他们已经不用了 他们在不断的来流转这个东西 这种流转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我们永远是跟不上他们的 他们能够非常 非常好的保护自己这个群体的封闭性 所以他们在不断的制造这种网络的流行语 所以我觉得 当然我们从语言学中可能有各样的判断 这并不是我的专场 仅仅从社会科学上来讲 我非常尊重 也非常欣赏这些具有创意性的 这种网络流行语 我认为它其实恰恰是一个 在参与式文化当中 某些文化群体它所拥有的一个武器 我想问您为什么这个封闭性是好的呢 因为其实很简单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吧 之前有一个研究 就是研究青少年上网 上Facebook的时候 他们的脸书上特别害怕的是什么呢 害怕的是他们的家长来看自己的脸书 于是怎么办呢 他们就是用一种赛博密码来去沟通 这种赛博密码 就是用他们正在看的很流行的剧的人物的话 来反映他们的心情 而不是直接把这个心情给说出来 这样一种方式 其实他们维护了自己这种封闭性 免受其他人的打扰 其实这里面 他们的封闭性的维护 其实再往前缩一步 也是因为 他们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是处于弱势的 比如青少年群体 其实就是一个 我个人认为他们 青少年这个概念的这发明 其实就让他们变成了一种被监护的对象 被管理的对象 但是青少年真的没有 没有他们独立的世界观吗 我觉得不一定 我自己其实做媒体素养教育的时候 接触到了很多青少年 我觉得他们的思想是非常成熟的 这是他们的很多观点 是让我很受用 甚至指出了我自己的很多错误 让我去反思的 但只是我们想说青少年这个概念 难道不是人类历史上 被建构出来的一个概念吗 这个概念并不是天然就有的 所以我觉得作为亚文化群体来讲 当然亚文化这个词有点 有点不那么不那么招人喜欢了 因为似乎在这种分钟化时代中 我们每个人都充足于某个亚文化 但是如果我们暂且用这个词的话 那对于亚文化群体而言 其实网络流星雨 是他们的一种这种自我认同和自我 就在这种封闭圈子当中自我认同 就跟密码一样 就是你说一句 我说一句 大家对上了 那天王盖地虎 我什么宝塔正合腰 那就变成了蓝寿香菇 对上了 对上之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比如在足球论坛中 我都说一句 足球论坛中 你们会发现 比如说我是罗马球迷 我是很爱看球的 罗马队的一个传奇人物叫拖地 但如果您在罗马的论坛中 说我喜欢拖地 没人理您 因为一看就不是自己人 你一定要管拖地叫村长 这时候大家才知道 自己人 你们知道我们这种暗语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董老师 你说的这种封闭性 可能就是加深这种身份的认同 和彼此辨认 但我想这个可能 就是我觉得不仅不局限于年轻人 不同年龄层 不同圈层的人 其实都有他们自己的一套封闭性 用语言来加固这个封闭性 对吧 其实这个可能它最后会导致 会不会导致一个现象 就从传播学上来讲 就是它会导致文学 或者其他的创作的这种产品 它相对的圈层渐渐的分离开来 就是不同的作品 找到不同的受众 因为其实老年人 也有老年人封闭性的语言 你认为这些主流 他们有主流的文学语言 但是我觉得文学是 我自己以前中学的时候 特别喜欢文学 其实我刚才说 自己跟文学没关系 但其实有点脸红 因为我其实还出过一本诗集 但是非常早的时候 我自己都羞于翻开这个东西 就觉得都是我中学时候写的 那其实我在想的是文学 我之所以当时选择文学 作为表达方式 其实我觉得恰恰文学 是一种非常具有渗透性的 一种表达方式 它可以渗透进不同的这种 这种社会的语境当中 甚至那什么是文学呢 我觉得我们的博客 算不算文学可能算 我们的微博算不算文学 我觉得甚至广义上也算 所以我觉得这种文字 可能是相对来讲 比较是具有渗透性的 但是这里面其实也有一个 经常我们担心的问题 就会不会让我们彼此隔绝 那青少年有一个封闭的圈子 那别人就有一个封闭的圈子 我觉得这里面有两点 就是第一 我们的人类社会有曾不隔离过 就不彼此隔离过 这个比如说我们经常说 算法造成了信息减法 但是没有算法的时候 各位我们可以回忆一下 我们在那个博客时代 我们给自己的博客做友情链接的时候 我们链接的难道不是 跟我们很相似的 我们喜欢的人吗 如果我按照各位的 比如按照韩老师的博客链接点进去 可能是跟韩老师很相似 品位很相似的人 假如这个假设是成立的话 我可能点一下五 我仍然在韩老师那个圈子里面 在转 所以我觉得这种圈层的封闭性 是根据于人性的 而技术只是把它放大了 我觉得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圈层一旦形成之后 它可能就会带来一种现象 就是我们以前说的一个作家 一部作品一举成名天下之 可能就变得难了 比如说你像那个时候 阿诚写一个那个旗网 那可能就是全中国的人 文学青年都在读这个东西 很快就是变成所有人都知道 包括我们小时候 其实阅读 就是一个新华书店 然后新华书店 其实进的书是一样的 对对对 出了个红与黑 全国人民都读红与黑 或者起码他们读到的是 一批相似的书 但是现在你会发现 其实出版已经变得 越来越丰富和多元 对的 对 就当我们讲说 一方面说这个网络时代 好像年轻人 没有这个审查机制 就是很容易出名 很容易出书 很容易出版 很容易写作 进入写作圈 但是另外一方面 好像我们又更难被看到了 就青年作家在网络时代 到底是更容易出不来 还是更容易出不来 我想多补充一句 您说这个 我就特别认同 因为我虽然不是做文学研究的 但是我们做了很多网红研究 有一个词叫做Instagram Famous 叫做 这是英语的一个新词 什么呢 就在ins上面 很红的人 这意味着什么呢 它只在ins上面红 比如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在抖音上特别红的人 快手用户不认识 我们在这个微信公众号里 特别红的人 抖音用户也不认识 所以刘德华 吴彦祖这样全民皆知的 这样的偶像的时代 已经一去不返了 我们现在听音乐 难道不是圈层化吗 我们的文学 我相信也是这个圈层化 比如我们 就是我们为自己 那一亩三分地的观众 或者读者服务好 这是一个 可能分钟化时代的一个 不可避免的趋势 但是它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就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可能 有那一亩三分地儿了 我们不用一下 我们的目标 就是要全国人都知道我们 我们要变成阿诚 我觉得可能没有 第二个阿诚老师 很快会出现了 那可能我们想要做的 比如说 我可以成为沈达诚老师这样 在一个读者群体中 非常具有美誉度 然后非常喜欢他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 对每一个普通的作者 给他提供的更好的机会 虽然不再有沈大诚 阿诚了 但是可以有沈大诚 这个我觉得可以成为 沈达诚老师的广告语 大诚你回应一下这个问题 你觉得青年作家 现在容易出来吗 尤其你现在在的这个小说界 其实也是以扶持青年作家 为这个宗旨的 对对对 告诉大家一下 我工作的地方 是一个杂志叫小说界 这个杂志呢 我小时候也看的 我们当时是去邮局 要骑个自行车去邮局嘛 现在也不太有邮局这个渠道了 但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网上 搜索一下小说界 我觉得圈层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特别是刚才听了董老师的话以后 对圈层的好感更加深了一点 因为我想到说中国人这么多 就是实际上我们当时做娱乐新闻的时候 是有一个感受的 我记得我同事说了一句话 就是说现在巨星没有了 接下去都是小明星 但是每一个小明星他能占到的流量也是很多的 其实就和刚才董老师说的圈层 就是舞台变小了嘛 确实是的 有的时候别人介绍一个人给我 我说啊谁啊 他说他很红的 我说不知道 一样的就是如果别人把我介绍给别的 我圈层次之外的人 他们也不认识我 我觉得像青年作家 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更容易出头 因为过了一年两年 好像就有一些些人冒出来 但当我这么以为的时候 我就会反省一下 我这种是不是老人病 就是老人会觉得年轻人得到什么都很容易的 然后老人会觉得自己最苦 自己出头是很难的 所以我要反省一下 这种是不是一种老人病 我觉得青年可能 就小说来说其实还是很难 因为读小说整个人群 可能人数再减少吧 所以虽然能够出现一些新人 实际上你看总量不是很大的 而且现在一本书的销量和十年前相比 也是大大不如的 所以就小说青年作家来说 我觉得还是有点困难 而且很多人走的路 我觉得和我以前观察到的路 也没有什么不同 还是一条老路 就是自己在网上有一个小的粉丝群 然后呢去一些传统的文学期刊 有一些发表 然后在文学界有一些奖 得到一些奖 最后就是出了一些书 好像大家殊途同归 我没有观察到特别特殊的例子 黄老师或者韩松乐老师怎么看呢 我不知道演艺演乐有没有可能成为例外的例子 因为你当沈大成说全程很好 全程会带来保护和安全感互相辩认的时候 演艺演乐已经有一些 对演艺演乐已经出圈了 其实是 所以你们应该是天然更容易的 你们说说你们的感受 我也觉得全程是个好东西 我们这个圈子天天在说 要出圈要出圈 好像要出圈才能证明一些什么 对你们出圈的标准在哪儿啊 就怎么样才算是出圈 你们那圈有什么大 就是有人骂的时候 别很多人骂的时候 被骂像热搜什么的 对 而且那个骂不是豆瓣那种层级的骂 是那种大当量的骂 是网络暴力 网络性质的骂 对对对对 领受过领受过 非常刺激 展开说说 这是我会觉得比较讽刺的是 所谓的出圈啊 或者某一个圈子 他想去吸取更多的流量的时候 哪怕是他刚开始有一点点关注的时候 你就感觉这个人会有点不对劲 就是可能 不管是特殊啊 还是文学 还是电影啊什么的 上一秒还在讨论艺术 下一秒就在讨论这张封面上 我占的像素是不是比另外一个艺人大 就是平常都害怕自己脸显得很大 但一旦到了害怕的环节 就害怕自己脸显小 就会有很多这种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会很讨厌 曾经那个巨星的时代 说实话 虽然讨厌这个词可能有点重 但是因为那就意味着 你不能去抵抗一种主流的话语权 像现在我们就会 会看到非常多人在非常多领域 都会有一些创作 但是只要他能够再讲述他比较本真的故事 他能打动人 其实我们看来就是好的东西 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特别喜欢的 他怎么介绍他呢 就是一个喜剧演员 同时也是个rapper 同时也是一个美剧的主创 他是一个后来特别成功的一个 叫Donald Glover的人 他就是因为在每一个领域都做得非常好 他就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初权 因为他他在脱口秀领域又非常成功 然后拍了一个大热的叫叫什么 废柴联盟的一个美剧 同时他又剧集拿到了爱美奖 他的rap的那个专辑拿到了格莱美奖 所以他可以算是一个全才 他同时也在经历着各种被cancel的 就是被取消的一个危机吧 所以他就一直在处在这个潮流中 一直在痛苦 他的一个怎么说前辈就是刊业 所以刊业就是一个 对现在在大家看来 已经有点精神崩溃的状态 所以他一直处在潮流之中 他的代价可能就是那个样子 那Donald Glover他说过一句话就是 他说很多我非常感同身受的话 比如说他说每个活跃在网上的人 在现实中看来都累得要死 然后同时他说 他只能够做自己想要做的东西 同时学着去做一个普通人 因为你是没有办法 又做自己想要做的东西 同时还做一个巨星 因为巨星就意味着你要开始装成另外一个人 你要成为流水线上的一个人 你要变得平滑 你要不仅是皮肤平滑 你甚至你要被安在一个平衡车上 推来推去 就跟在传送带上没有任何区别 所以你作为一个产品的感受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那所以我觉得像待在自己的圈子里 也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坏处 就像比如说我们的父母 他们看的最多的也就是短视频 因为你很难去要求他们去 在他们年纪还有时间和精力 甚至是眼睛都不好了 他们没有办法去看书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对自己有一种反思 就是会觉得凭什么觉得那些平台就是会更低 那可能是大部分人群 他们只能去比较方便接触到的平台 那你应该做的应该是利用好那个平台 去做你认为好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在新的时代 新的文学应该就是每一个字 应该都是一个十字路口的时代 他应该做到的是既能够组织一些东西 又能够流通一些东西 然后让真的好的东西去打动别人 严谊呢严谊觉得这个流量或者说这种资源 更多的关注会对自己的写生涯带来更大便利吗 便利我觉得宣传的时候可能有吧 但是我确实觉得像严谊说的 这涉及到非常多复杂的因素 然后会对你的创作时候的思想产生影响 然后我也觉得刚才讨论的 就是听完各位老师的讨论 我现在也觉得圈层是个非常好的东西 所以他缩回自己的圈层不再破圈了吗 就他能保卫一点东西 就像说宝珀的那个标语是保卫复杂吗 我觉得因为保卫简单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保卫复杂就是一件听着就很难受 很难做到的事情 韩老师你作为这个文学奖的观察员 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到 就是近年来我们认为的一个文化景观 或者说文学景观 就是有越来越多不一样的年轻的创作者 进入文学的领域 就是他们可能迥异于原来那些体制内的 或者文坛内的这样有作写身份的 这样的一些就是单一渠道出来的作家 很多现在的年轻的作家 他可能有别的行业 做别的行业的工作 甚至他可能从事的是跟文学 甚至文化毫无关系的这种工作 然后他们的写作也带来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其中也有很多就让我们耳目一新的这种作品 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其实我们的时代里的那些作家 他之前呢也是从事着各种各样的工作 而且呢来自五湖四海 什么样的人都有 其实我觉得每个时代都会有这样一个 就是亚文化变成不是亚文化 这个不是主流的变成主流这样一个过程 好像就是我们的这个社会 总是有意识的在收编你 总是有意识的在收编你 有意无意的 不管在哪个 就看你能不能够就是能够抵抗这个 其实我刚才特别同意 原意原意他们说的一句话 你说的书编其实不仅仅只制度 有时候成功是一种书编 对吧成为主流 对成功是一个非常好的招案 成功是非常好的招案 它会让你知道成功的过程 就会让你知道什么样的表达 是能够让更多的人接受的 什么样的表达是安全的等等 是带来利益的 这个过程完成以后 或者是走在半路上的时候 你已经开始很心安理得的去顺应他了 所以我觉得成功 怎么样的去赢得他 又怎么样的去抵抗他是一个终身的学问 所以刚才演一演也说的特别的好 就是你不可能既在一个圈层里 又不在这个圈层里 去了一个更大的圈层 你写的每一个字都是一个十字路口 非常非常好 特别的同意 然后我就想起一本书 就是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基人》 当然他本名是另外的一个表述 但是被翻译过来的《小城基人》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表述特别有意思 就是在以前的时代里 我们每个人好像都生活在一个隔离的小圈层里 小镇上小城市里 我们可以保持自己作为一个人 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那种全部的复杂 和不一样等等吧 所以就成了所谓的基人 就每个人都有一个特性 就是舍伍德安德森所说的那种执拗 那种执着 你坚守着我的这种特性 不放我抱着他 不放变成了一个小怪人 但是好像现在的社会里 这种怪人越来越少了 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去了更大的城市 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大了 而且即便是你守在一个小城里 你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 什么媒体 抖音 快手 所有的这一切 你知道别人是怎么生活的 知道别人穿什么衣服 别人是表达习惯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表达是不受欢迎的 然后所有的这种生活家也好 这种励志作家也好 都会列出什么交往的十个准则 都在驯化你 然后让你变成一个大众的公约术 变成一个公约术的人 就朝着这个路上走过去 我觉得其实在写作的领域也是这样 就是当你开始还是一个怪人的时候 你可能会写下一些 属于你的圈层里的东西 这个圈子之外的东西 当你开始走上这个成功之路 因为你的独特性 因为你的特别引起别人的注意 引起别人的这种关注 喜欢的时候 反而你的独特性在逐步的要 在丧失 甚至必须得丧失 不丧失不行啊 因为我要固守的那种表达 在别人的眼里可能看来就是一种偏执 是怪人 是小成鸡人等等吧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会有一种两难 会有一种两难 就是在看你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做到 其实我觉得既在这个小圈层里 又在一个更大的圈层里 好像也是可以做到的 它是一个很玄妙的学问 听起来好像是很矛盾的一件事情 但是好像也是可以做到的 就看每个人怎么样的去做的 平衡这件事吧 另外刚才说到就是现在的年轻人 有没有更容易成功这件事 我其实有个想法 就是觉得它又变得很难了 因为文学整个的这种受关注的程度 它的影响力在整体的在下降 其实你在你的文学世界里发生了什么 大家不知道也不关心 但是在文学的世界里 在这个圈层里 它又变得容易了 因为在这个圈子里竞争的人 其实总量在变少 因为我有出版社的朋友告诉我说 现在就每年就是这种原创的出版物 就是每年在下降 大家都去出那种经典名著 公版书 原因是就这种原创型的写作者 在下降 他告诉我了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就每年递减多少的一个比例 我就不在这公开了 就挺惊人的 就是大家都不再写了 为什么 因为如果有这种创意的创作的能力的话 他为什么不去写抖音和快手的短句呢 三分钟一个只有几百字 然后报酬是两万块三万块 干嘛不去写这个呢 更容易 我发现你刚才说 这个大多数人不写的时候 大臣不自觉地露出了欣慰的消耗 是的 我在想韩老师是不是有破地了呢 就是刚说过有圈层 但是突然之间说 你不写这个 你就可以去别的圈层赚钱 但别的圈层 也有别的圈层的困境 里面已经有很多写手了 也许那个两万块钱也是很难赚的 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创作者 就进入了一个路易十四的一个困境 就是路易十四呢 他作为一个一国之君 他就是一心想让自己不朽 然后他怎么办呢 就是动用了在当时他的那个时代 他的能力范围里的一切的力量 把自己的头像印在金币上 什么就不用说了 然后让人去画他的壁画 让人去把他事情 故事写成什么歌剧诗剧 去各种演 写成书 就动用了他的权力范围里的一切的这种传播的可能 让自己获得一种不朽 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其实创作者 其实就是不管是写小说 或者是写作 或者是其他形式的创作者 现在都得成为一个小范围的路易十四 就在你的世界里 在你的能力范围里 你得变成一个全能的 你得去做以前的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事情 你得去写 你得去表演 你得去做活动 出席活动 你得注重自己的这种时尚表现 穿什么衣服 怎么样 甚至你可能还得变成一个人工智能的创作者 你得去用人工智能去写 让他去给你画插图 甚至这个插图有可能不是一个静态的 得是一个动态的一个小视频 甚至有可能你写出来的时候 你得直接用人工智能把它转化成一个影像的 或者一个感官的东西 等等等等 我觉得就现在正在发生吧 就是所以说文学可能死了 就是我们以前定义上的那个小乘机人时代的 那个固守着自己的 有着自己特性的那个文学可能已经死了 但是与此同时文学又变得特别大了 它是被动的变成了一个很大的东西 就是我提到的所有东西 我们的活动 我们的穿着 我们的衣着 我们的这种表现力 甚至包括我们对人工智能的AI的一种调动能力 都成了一种文学的一部分 所以我想现在的年轻作者 可能都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它又难了又容易了 或者说又容易了又难了 这两件矛盾的事情在同步的发生着 大臣你先说 好的 我突然之间想到 我之前一直不知道怎么使用人工智能 在一个小说家的生活中 现在韩老师启发我 就是可以调动人工智能 给我写十个优秀的书评 然后如果你是一个新人 你就可以让人工智能给你写很多评论 然后把你的优点夸张出来 然后把它投放到市场上 那你天然就有一个评论梯队 就是你与生俱来就把自己抬高了一个阶梯 这样是不是可惜呢 每个人都得是一个 大臣突然具备了营销边界的思路 每个人都得是一个路易十四 有小型的君王 小型的调动一切的能力 我就好像在过去这是不可能的 也不可行 主要是它不可行 不可操作 但今天好像变得它可操作了 于是变得可行了 所以我就在想 就是可能我们今天面对的情况 就是难和容易在同步的发生着 我听韩老师讲这个话的时候 我就真的是笑容渐渐凝固 因为韩老师描述了一个 特别不值得向往的作家生活 就是如果我对写作的享受 仅仅在于那个写作呢 我如果不享受那些越来越卷 越来越全能的东西怎么办呢 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 今天可能所有写作者 面临的一个难题 韩老师刚才也讲到一个 我特别认同的点 就是成功是最大的招案 就是我们可能不要那么追求成功 或者以成功为指标 那样我们就可以不用那么卷 当一个小成吉人 当一个小成吉人 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放弃 我们被招案 我们不想被招案 因为一旦被招案 我们就要去做一些 你不是那么喜欢 或者说你不是那么有最大快感 如果你想把你的注意力 就放在写作上 那你可能就是要放弃掉一些东西 大臣刚才说 我们现在如果去写短剧 我们就像那个晚进场的 快递小哥一样 只会让这个行业越来越卷 那现在也反过来卷 快递小哥也进入了 崇文学的写作 对吧 让我们也卷了起来 对 我想听听董老师对此有何话说 因为其实资本和传播之间 它天然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关系 对吧 资本怎么样去介入创作 介入传播 我觉得我接着刚才几位老师的话来讲 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名词 叫做microcelebrity 微名人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 微型名人 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件事 就是我们所从事的行业的影响力 或者收容范围是在缩小 这个这不仅是文学啊 比如说我们发现 其实我发现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 看球的人可能都少了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说看球也好 听歌也好 看文学的书籍也好 都是我们的休闲的一种方式的话 我们会发现休闲的选择是越来越多了 就是每一种可能性是在被稀释的 比如说我们说 那个刚才韩老师说了一个 让我还蛮震惊的 我们的原创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少了 但咱们换个逻辑啊 原创歌曲也少了 那其实大家 大家现在的这种音乐节目在做什么呢 他唱的歌全是老歌 全是那个大家熟悉的歌 只让新人来唱 而原创的能力呢 那只能我们在抖音上看到15秒钟的 那个耳熟能详的网络歌曲 那已经成为了音乐行业生存下来的一个 必备的一个技能了 甚至音乐行业的人告诉我 他说他们根本不在乎主歌 前奏都不在乎 他们就在乎副歌那15秒 可以被人记住 可以被人跳舞 就够了 所以我们发现其实技术啊资本啊 在形塑一个又一个的行业 那回过头来 那形塑行业之后就变成 把我们生生的逼成了 可能需要看合同的人 可能需要自我宣传的人 这其实就是一个悖论 我之前看到一个论文 他讲的并不是文学 但是我觉得其实是有相通之处的 他名字叫做filtering feminism 叫做过滤女性主义 他说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是一个女性主义的 一个我想去宣扬这种思想 我想成为一个女性主义的代言人 我在社会面上发声 但问题出现了 您发声的目的是什么 是被更多人看到吧 但是如果您要想要被更多人看到 您就不能做您自己那个 持有那种女性主义观点的人 您得做大多数人喜欢的女性主义者 才可以被更多人看到 所以这个悖论就在于 我们在不断的通过技术 来过滤我们的想法 变成一个 我们想要传达我们的想法 就先想 就我们想要传达我们的想法 就必须先让我们的想法 被算法喜爱 那被算法喜爱的又不是我的想法 于是我就变成了一个 在我做我自己和我在做别人之间 这个来回在撕裂的一个东西 前几天我们刚刚发了篇论文啊 讲的内容是做up主 就是拍那个拍视频 于是我就我就说 我说那个怎么才能红啊 我就问我的被访者 有一个老师就跟我说 他非常有意思 他说你看啊 我当我们做up主也好啊 当我们做这个网红也好啊 我们的意识形态 所宣言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呢 是做自己 be yourself 做自己展示自己的魅力 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导演 但是如果您想红 一定要不做自己 您做自己是红不了的 您要做什么呢 您要做别人的嘴涕 您要让别人看您的那个书 看出自己的那个情绪价值来 那才能红 那脱口秀演员 其实也是这样 我猜想 其实我们要做的 不是讲述我们 而如果我们想大红的话 我们一定让别人有共鸣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 我在北漂租房的故事 那故事里面有多么多么惨 然后大家说 这不就是我吗 所以我们其实一定要 做别人的嘴涕 所以就面临了一个 非常尴尬的一个境地 那松老老师给的一个建议是 那我们就做自己 我们躲在这 我们享受自得其乐的那个样子 非常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但是客观上 我有一个怀疑啊 松老师 就是多少人能够 抵挡这样的诱惑 这种成名的诱惑 他甘愿放弃 这些物质上的利益 甘愿放弃成名 来就守着自己去做 所以我觉得 可能在商业的文化当中 它就像一个大浪 推来的时候 有几颗石子 它是非常坚挺的 但是大部分石子 或近或远的 已经被吹走了 所以这是 所以我个人必须得承认 我这种观点是因为 我其实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对于技术而言 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所以我在怀疑 究竟能有多少人 做到您所说的那个状态 甚至我有时候问 就刚才我在问自己 我能做到松老老师 所描述的那个状态吗 我不敢回答 因为我 我想做成一个状态 但是我不确定 我能有这样的勇气说出来 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 是会造成冲击的 就是说哪怕一个写作者 一个创作者 他能抵抗得住 那个成功的诱惑 我不要成功 我不要有钱 我抵抗住了 但是他会在这种过程中 产生一个怀疑 就是当他得不到成功 他作品没有人看 没有人那个时候 他会怀疑说 我坚持的这个文学的品质 还是文学的品质吗 会不会我对文学的品质 就误解了呢 你看他没有人喜欢 但我认为好 那我又有什么发言权 一个很少的人认为好 有没有我认为的文学品质 它可能就是一个错觉 这个可能 我觉得是对创作者 一个最大的一个自我挑战 它比那个金钱的那个 可能更困 更深层次 对 我有一个 之前有一个看法 就是我特别相信 就是武功高长的人 藏在深山里 这个说法 有一段时间是相信的 因为我们是武侠一代 是看着武侠小说长大的 然后成长 长大以后呢 其实有一段时间 我还是很相信他的 怎么相信呢 就是经常会有朋友告诉我 说他们那儿有一个文化馆的一个什么创作员 写的特别特别好 他的有本书就棒极了 传世名作 但是藏在深山 无人知 或者有人告诉我 他们小镇上有一个诗人 绝对诗拿出来震惊天下什么 我每次都会相信 然后呢 我就千辛万苦的就去找他们的作品啊 有的时候那种自印的书 有的时候油印的书等等 每次呢 结果都是一样的 我拿到以后非常的失望 非常非常失望 我就发现就是这些 不光他们的写法 还有他们写的对象等等 都已经就是没有他们想象中那么珍贵 那么甚至那么值得去写了 更不用说他们在就是落伍这个维度上啊 就是写的信息量等等等等 这些维度上去衡量他的话 就他已经没有那么好了 所以从那时候我就特别怀疑 是不是高手藏在深山里 这些话是不是正确的 甚至我已经开始完全的否定他了 我其实觉得一个人有武艺 或者说一个什么有一种什么能力 必须要拿出去进行展示比较 去跟别人进行融合比拼等等 就像你在家乡做一个 藏在深山的这个先锋倒鼓的高人 是不可能的 没有这样的人 我觉得他是不存在的 所有的高人都是在出去跟别人打斗 去成为马保国的这个过程中 慢慢的展现出来 所以我想其实在我们今天 就是我觉得小郑鸡人这件事情 我其实是有怀疑的 小郑鸡人是不是有价值 我也是怀疑的 那如果去了北上广 那不得了 大家都是有一个套自己的法则 我是什么人 我穿什么 我在什么场合穿什么 我该不该留小胡子 我戴什么样的黑矿眼镜 就像那个中药铺子里的格子一样 抽屉一打开那格子的人都是一样的 就大家有一个非常标准的表达的这个范式等等 所以我就在想 那这种小郑鸡人 就是全身心的小郑鸡人 从长相穿着 到你的表达 你的写作的这种小郑鸡人 在我们的时代还能存在吗 他在这种时代的大浪下 还能存在多久 也许他有一天看了抖音 他就抖音的 或者是小红书的一个博主告诉他 不行 我要整成这个样子 我要把眼睛整多大 我双眼皮该怎么样开 眼角开多大 非常精确 我应该怎么样去化妆 他看到这个的时候 他还能保持得住吗 就是刚才董老师说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保持不住的 但是我又想 就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得走到 这样一个更大的世界里去 才能成为真正的高手吧 得走出去 就是我们今天 我觉得宝珀的这个主题 就是必须保卫复杂 它其实是一个挺复杂的话题 我觉得小成鸡人 它其实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复杂 但这种复杂 好像又是特别脆弱 特别单纯的 你必须得出去迎接更大的一个复杂 这种复杂甚至看起来 是让你不那么复杂 对 对 松乐老师提出了一个 比较令人欣慰的想法 就是说文学史总体来说 还是公正的 是吧 就是这种经大众检验的这种评价标准 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公正的 这个其实我觉得在 你说你说你说 对 因为我自己平时是做艺术史方面的研究 就其实是在艺术史上也有相似的现象 就是你会发现艺术史上有很多冤假错案 就是有一个人画得很好 但不符合当时的流行趋势 他可能被遗忘了 但是如果你把一个艺术史的时间线拉得足够长 你会发现其实总体来说艺术史是公正的 他每过半个世纪他会自动的会一些人去平反 就是会举办一些人的回顾展 他们生前可能是被遗忘了 但他们价值可能会在一个漫长的时间里面会依然被再次发现 就是好的东西它还是不会被永远埋没 但是我现在比较担心的就是 我讲的这个规律就是说艺术史或者文学史或者文化史 它总体来说是公正的 是一个前互联网时代的法则 那在互联网时代这个法则还是否有效 因为如果今天你当下不被看见 你可能永远都不会被看见 因为信息的量已经足够足够大 这个信息的海洋就足够淹没一切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们今天面对的一个复杂性吧 对刚才颜月你要说什么 我就是想说韩老师说的特别好 然后也让我想到了一个非常私人的经历 就是我们曾经有一次去线下的开放卖试段子 然后试完了以后有一个观众追出来 追到我们跟我们讲说 我是你们的超级粉丝 然后我连续看了十场你们的开放卖 这里是我对你们的意见 然后他拿出一张巨大的纸 上面写满了对我们的意见 说我要跟你说你哪个段子哪里不行 然后以前我对于这种比较热心的观众都是非常感激的 但是我那一刻就产生了一个无名的怒火 我就非常的生气 我就会觉得他不仅是在侮辱我 而且是在利用我 就是因为他是想把我当成一个他去证明自己有喜剧能力的中介 然后把我当成那个大他者去证明他有这个能力 虽然我意识到我后来反思我自己也一直在这样做 就是因为我有试图希望一个谁肯定我以后 原来我是有这个能力的 但是那一刻我就意识到了 可能创作并不停在我们 自以为完成创作的那个时候 就比如说我觉得我写完了这个段子 我在台上演完了 然后我收集了自己对自己段子的意见 以后我的创作就结束了 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原来去接受别人的评价 然后去思考你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接受别人的评价 也是我创作的一部分 它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所以那个观众他是要来抢我的工作 所以我觉得可能 这让我非常就深刻意识到 在现代所有的 你就是不能假设自己是处在那个权力结构之外的 你是深刻的融入到这个权力结构里面去 而且你也在影响别人 别人也在影响你 但是我还是非常乐观的 就是因为像老师们刚才说的那种怪人 机人 其实在脱口秀里面最顶尖的那几位 他们讲的都是怪人和机人 所以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个话题 而且我们自己一个普遍的感受 就是我们自己才写脱口秀写了几年 我们就觉得不行 我再不学写小说 我真的写脱口秀写不下去了 因为会陷入到那种瓶颈期 就是如果你一直在写雷同的东西 你的出感方式都是雷同的话 你自己都受不了 就是虽然你成功是很容易把你招安的 但是他也招安不了太久 就是因为你会觉得不行 我受不了了 我人要死了 在写这种东西我都要天天看嘴两兔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去学习怎么写小说 同时我们也是被小说里那些怪人打动的 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怪人的 就是我觉得文学里的怪人 是我真正喜欢的人 然后像那个 比如说脱口秀里面有一个叫路易CK的 还有一个叫C.O.Wong的这两个演员 他们就是专写那种奇人怪 也不是专写吧 就是他们非常擅长写奇人怪事 像C.O.Wong他就写他的小镇的家乡 有一个人他没有手 但是他杀了二十几个人 因为他用脖子夹人 所以他说他就是一条蛇呀 因为一他没有手 二他杀人 所以他是要舍了 对但是这不是一个什么好段子 但是我是想讲他整个专长 都有非常多这样的东西 就融合起来 就塑造他这个形象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贴近生活 非常去擅长观察痛苦的一个人 所以对 那个我就是想说可能 我还是会抱有希望 因为我觉得真正会被文学会喜剧打动的人 他们心中就是会住着一个怪人 他们不会轻易的变成一个被冲走的石子 他们就是会时不时的又被冲回来 我也想说一下 就是刚才孙乐老师说的 那个一个小型的路易十四 真的太错误了 怎么有人能把我的生活总结的这么好 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 就是我们 而且我们还自我POA 觉得是我不够优秀 是我没有做好 所以我要去学习很多 就是我们 你说我们讲个脱口秀 我们不仅要学写脱口秀 我们还要研究服装 然后甚至是妆容 然后研究你传播学 然后要研究到时候节目播出 我们还要自己写宣发词 我当时觉得我怎么应聘了十多份工作呢 然后我没有想到这原来真的是一个现象 我以为真的是我的个人的问题 然后 我们今天所有这些要做创作的 先得跟那个董老师学一下传播学 先读传播学 没有没有 我是这里面那个最不红的 然后我想刚才那个大呃 就是说到呃一个就是鸡人的这个事情 我我就想到在我周围 嗯我们的周围的这些同事吧 有人今年红 有人明年红 大家都不太一样嘛 然后有的人明年过气了什么的 但是其实在我心中 我对个人对他们的段子的喜爱程度 不太会因为别人 就是大众对他们的欢迎而发生改变 所以我就在想 这是不是一个小圈层的作用 就是小圈层可以维持人的心理稳定性 然后有的时候 我我的朋友同事来鼓励我 然后帮我修改我的段子 是为了让我去那个大圈子里去奋斗 但是他们的鼓励也是非常有作用的 就他不会只禁锢在一个小的圈子里面 所以我在想 这也许是一个小圈子 和一大圈子同时存在的 我觉得其实这个里面 还是在回应松乐老师刚才说的 就真正的好品质的东西 好品质的创作 不管它是什么形式 它是可以对抗时间的 它跟你当红或过气 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有个演员过气 有个音乐家过气了 我们可能依然喜欢 它的某一首歌 因为那首歌 它可能经历住了时间的考验 对 我特别同意刚才研一说的 小圈层是对我们的品质坚守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会发现很多的作品 小圈层和大圈层的评价是不一样的 可能大圈层较好 小圈层并不较好 其实我们写论文也是这样 就是真正在网上被流传很广的论文 那并不一定是我们学术界中 大家符合大家那个标准的那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不论外面的风浪有多大 小圈层基于专业主义精神 所做的那个评价 对我们的内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一个真正强大的创作者 我特别强调创作者 因为我觉得有些创作者 其实不是创作者 其实他应该有一种能力 就是把所有试图来驯化你 甚至捆绑你 束缚你的东西 甚至转化为你自己的一种内容 自己的一种力量 就试图杀死你的等等 那必须要有这样一种转化的能力 就比如说整个世界都要让你成为一个路易十四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可能你做的每一场活动 你在这个活动过程中遇到的人 你这种试图最大公约束你的这种力量 都可能会成为你表达的一种 表达的一种主题一种内容 甚至会成为你会把它给吸收来 用自己的方式把它再一次地递送回去 回馈扔回给你 好 这是我对你的报答 我的报复等等 我觉得真正的创作者 是必然有这样的一种能力的 所以我并不是很担心 如果不想做路易十四的话 可以立志于把自己的作品 像酿酒一样打造成路易十三 然后就可以一直传承下去 那刚才五位嘉宾就真的是 用自己的切身经历 讲出了这种文学的复杂性 乃至这个世界的复杂性 那么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面 要想继续创作 你们认为是什么样的品质 是最重要的 以及你们想对 还在坚持创作的青年人 说些什么呢 因为我才刚刚开始写作 我就只能是从我自己的经历 从我不断地自我怀疑 和自我否认当中 总结一些我的感受 就是我觉得 我希望大家写作的时候 能真正享受其中 就是写 可能世界上有太多标准了 但是我们只能写自己相信 和自己喜欢 以及能感动自己的东西 那我可能就说 就当一个怪人吧 因为每一个人都一定是一个怪人 然后如果你写自己的东西 你就一定能打动别人 你不会是一个人 就像我也不是一个人 我还有个替身 你比较幸运 董老师 董老师对年轻创作者有什么可以寄予的 我觉得 我觉得可能就简单一点吧 就是刚刚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流量啊 平台啊的话题 所以我觉得作为创作者 先遇见自己 再遇见世界 就是先去忠于自己内心的表达 不要被世界所影响 当你发现你在追逐这个世界的时候 其实你是没法追上的 但是你可以去遇见自己 把你自己交给这个世界的时候 可能会产生更奇妙的化学反应 我想说的就是 你不用想太多 保持自己的口味就可以了 就我们其实今天说了很多 然后什么要当小范围内的路易十四 其实我也在想 这不就是个体户吗 就是一个个体户 他就什么都要做 然后我们很擅长把一些通用的道理 用个性化的语言包装成五花十色 然后其实但是世间的道理 其实是很简单的 我们说什么保卫复杂 其实真的世界上最最高级的道理 都是非常简单的 不要想太多有的没的 不要不要懂太多 我觉得还是要保持单纯 但是我也不太懂 就怎么又保持单纯 又保护复杂呢 我也是不太懂这种矛盾 我其实觉得想跟大家说的是 作为一个创作者 首先得是一个创造者 因为很多的作品 包括很多人的生活 我觉得都缺乏一种创造能力 其实我希望很多 就是大家都在创作的同时 有一种创造的意识 就是让自己的作品更新吧 也是共勉 好 谢谢五位嘉宾 今天的精彩分享 也让我们继续期待 接下来即将出炉的 2023宝破理想国文学奖 希望大家接下来继续关注 理想国源源不断的好书 也加油在自己的创作上 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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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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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